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嘉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587集 他转过头来 只见那飞舞的黄沙中 也不知从哪里窜出一头羚羊 通体金色 四体腾空 正在大漠里闪神飞奔 他奔行的速度极快 眨眼便在树杖开外 那微微晃动的羊角划出两道绵延起伏的曲线 在萝卜坡里苦行了二十余日 除了自己一行人等 这还是头一次看见别的生物 林宛容狂喜之下 马鞭一挥大声道 快 快跟上他 不等他说完 胡不归兴奋的大吼一声纵马如风 当先冲了出去 五千骑士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掀起的尘土飞扬天际 远远望去 便像是沙漠里生腾的风暴 被五千骏马追赶 那羚羊受惊之下 奔跑更急 四足积不沾地 身体便如飞跃的箭鱼 惊恐地往前急行 一口气追了小半个时辰 路程越走越远 那羚羊的耐力极好 还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 快看 草 青草 奔行中 高求忽然挥动马鞭 大叫了起来 那兴奋的嗓门压过了风声提声 直冲入耳膜 放眼望去 昏黄的沙漠中 竟然现出了丝丝点点的绿色 数量极少 且分不零散 但对于这些在沙漠里 行进了二十天的人来说 那斑驳的绿色 哪怕是只有钉点 也是生命的象征 胡不归一甩马鞭大声道 有草就有水 林教却说得极对 我们马上就要走出沙漠了 兄弟们 我们马上就要走出沙漠了 跟我出啊 这一声叫喊 真是要了命 讲师们脸堂通红 兴奋的心都要跳了出来 他们嗷嗷怒吼着 五千骏马像是比赛般 争先恐后 向前涌了出去 越往前走 青草越多 渐渐地连成了片 满目的青涩 一望无银 像是铺在天边的绿色地毯 大漠黄沙被远远地 抛在了脑后 马蹄踩他草地的声音 仿如骨唇 用力击打着每个人的心灵 众人纵马狂奔 有多快就跑多快 只想将这二十余日的郁闷 一扫而空 隆隆的马蹄声 聚成嘹亮的春雷 遥遥直飘天际 木然 奔跑的骏马 缓缓停住了 马上的骑士们张大嘴巴 眼睛睁得圆圆 凝视前方一动不动 风采还嘈杂的队伍 瞬间寂静无比 只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宽广清澈的河流 像是镶嵌在草原中的玉带 蜿蜒徘徊 直往天边而去 那潺潺的河水 碧波闪闪 清澈如水晶 细沙碧草 卵石鱿鱼 清晰可见 粒粒浮现在眼前 清柔碧绿的芳草 带着晶莹璨的露珠 缓缓蔓延开去 雾气蒸腾中 远远近近朦朦胧 天与地瞬间便飘渺 在这生机勃勃的绿色之中 望着面前天堂一般的圣景 所有人都吃了 眼眶瞬间就湿润了 将军 我们走出来了 我们从死亡之海走出来了 胡不归难难自语着 脸上沾满黄沙尘土 无耻高的汉子 却也禁不住的哽咽了 是啊 我们真的走出来了 林兄弟真乃神人也 我老高早就说过 只要跟着林兄弟 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高求哈哈大笑着拍马屁 浑然忘了片刻之前的苦笑 这丝脸皮倒厚实得很 林婉容望着身边的李武林 关切道 小李子 你觉得怎么样了 沙漠里少食少水 艰苦自不用说 小李子又在重伤的恢复中 林婉容最担心的就是她了 李武林脸色还有些辣黄 身体仍然虚弱 不过行动却已是无大碍 她捏着拳头用力地扬扬胳膊 李大哥 你瞧 我这像是有事的样子吗 小李子性格依然如故 诸人心中说不出的欢喜 老高拍着胸脯道 小李子 你放心 待会我老高去亲自下河 给你摸几条大鱼熬汤喝 李武林扫她几眼 笑道 谢过高大哥关心了 不过你那两下狗袍 我是亲眼见过的 你要真下了河 只怕那鱼没捉到 你反而叫鱼给叼走了 众人放声大笑 身心愉悦 懵懵懂懂中 这样快活的日子 似乎好久不曾有过了 胡不归 老高 许镇 李武林 林婉容扫了诸人几眼 除了杜修园奉命坐镇贺兰山谷 手下的老弟兄都到齐了 这是进入草原以来 镇容最鼎盛的时刻了 林将军 您的水囊破了 许镇心戏 望见林婉容挂在腰间 别别的水囊 威劣了个小口 急忙开口提醒 是吗 林婉容忙自腰间 将水囊取过 细细打量着 这几日行军 清水都集中起来 统一分配 水囊早已用不上了 茫然不觉间 这水囊不知什么时候 被砂石刮破了个小孔 他都不知道 望着那囊口上 早已干涸的唇印 他眼前 木然泛起 郁佳那俏丽的面容 这小小的水囊 是突厥少女 亲自相赠 更是他在沙暴中 用生命抢回来的 这一路上 每当他饥渴的时候 水囊便会 无声无息地 送到他的手中 将军 换一个吧 胡不归急忙 从身后取过一个 递给他 林婉容缓缓抚摸着那水囊 沉默良久 忽然摇头笑道 破就破了吧 就当作使个纪念 这可是我们跋涉 死亡之海最有力的见证 生了呀 太可惜了 他又将水囊挂了回去 诸人也觉他说得有理 如此重要的纪念物 即便是粉身碎骨了 也不能丢弃 将士们欢呼雀跃 争先恐后地 向那奔腾的河流冲去 这一瞬间 所有人都快活地像个孩子 林婉容摇头一笑 目光不经意地撇向远方 在那大漠与草原的交界处 立着一个孤零零的身影 他跨坐青马之上 不进不退 不言不孝 血红的夕阳将他美妙的身形 拖成一道长长的影子 孤寂而又高傲 他修长的食指紧紧握住手中的玻璃皮 落日余晖中闪耀着七彩的斑斓 胡不归凑到林婉容的身边 小声道 将军尽可放心 我们有兄弟暗中看守 这丫头啊 逃不掉的 逃不掉比逃掉更头疼 林婉容无奈地摆摆手 翻身上马而去 二十来天的沙漠奔波 不仅身体难以吃消 就连心灵也是饱受摧残 身心都需要一个恢复期 林婉容深知松紧相宜的道理 反正齐席克兹尔没有时间表 他索性大方一点 命令大军就地驻扎 修整两日 此令一下 营地顿时一片欢腾 大家奔走相告 嬉笑颜开 此情此景 到令林婉容想起了自己孩提时 每每苦盼暑假来临的情形 也禁不住的玩儿 走出了萝卜泊 此处便紧邻着高昌与天山 这湍急的河水清澈而又冰寒 想来应该是天山留下的清泉 躺过天山山脉便是险峻的阿尔泰山 直面突厥王庭克兹尔 而阿尔泰山脚下的科不多 就是蜡笔草的产地 也是林婉容向往已久的地方 穿过死亡之海 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 到达突厥王庭 奶奶的 这丝绸之路还真是神奇 早知如此 我们早就应该钻进罗布魄了 听林婉容讲完形势 高求重重的一拍地图 兔磨飞溅 仿佛穿越萝卜泊就跟玩儿似的 忽不归笑道 那好 等这次回去啊 就让林将军禀明徐军事 下次穿越死亡之海这样的好事啊 就由高兄弟你来 老高脸色刷得就绿了 急忙白手 不成不成 我老高不认路的 还是老虎你来好 你罗盘使得好 大家都知道 这丝是典型的眼高手低 猪人哈哈大笑 倒也快活无边 河边散落着洁白的帐篷 鸟鸟吹烟缓缓升起 淡淡的芳香飘入鼻孔 这些时日以来 火头军首次生火做饭 虽只有野菜草根 但在这群饿昏了的鸡汉眼中 却无异于是山珍海味 林婉容亲自下水 带领一帮熟悉水性的弟兄 摸虾捉鱼 这天山留下的泉水 味甜甘美 营养丰富 溪水里鱼虾极多 个儿大肉肥 猪人捞的是满心欢喜 欢笑声此起彼伏 不到一会儿 那鱼汤的香味便飘向了四方 带到天色幽暗 猪人才恋恋不舍地上了岸去 林婉容却是水星大发 一个人在河里扑通个不停 老高看得是羡慕无比 林兄弟的狗袍啊 比我的好看多了 天色完全暗了下来 岸边点起了篝火 林婉容沿着小溪逆流而上 感觉溪水冲击胸膛的力量浑身舒坦无比 一口气前行了不知多远 他缓缓地浮出水面 长长地虚了口气 抹去脸上的水珠 下游燃起的火堆星星点点 照亮了将士们年轻的脸庞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们如此开心的笑容了 舒服地出了口气 正要往回游去 却闻不远处扑通一声清响 顿将他吓了一跳 岸边漆黑一片 隐隐能看见几块大礁石的轮廓 声音便是自那边传来 夜色太黑 岸边离着溪水正中 有五六丈的距离 那礁石无声无息 他睁大了眼睛 却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响动 难道是鲤鱼跳水 他黑了一身便潜入水下 直往岸边游去 树丈的距离与他来说 不过是眨眼之间的事情 等他从水里冒出头来 离那礁石便只有二丈开外 浓重的黑影笼罩在岸边 将那礁石包围其中 朦朦胧胧的看不清楚 四周寂静一片 听不见任何的响动 林婉容露出半个头颅 小心翼翼的左观右看 半天没有发现异常 难道是我听错了 他心里正在疑惑 忽闻扑通一声 冷风拂过 一块碎石砸入水中 在他身前展开一朵水花 谁 两声惊呼几乎是同时响起 一个是林婉容所发 另一个却是个女子的声音 出自岩石下的阴影之中 林婉容定睛看去 只见那岩石下 蜷缩着一个身影 由于太过于静谧 正与岩石的影子 融为了一体 所以她才未能察觉 带到听清那声音 林婉容大吃一惊 月儿 是你 阴影中猛地站起 一个曼妙的身形 郁佳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 淡淡的夜色之中 她的脸冷漠得 就像天山的寒冰 原来是这丫头 躲在这里丢石头儿 林婉容闪闪笑了两声 那个天这么晚了 郁佳小剑还没睡啊 他话还未说完 突厥少女便爆发了 一声怒吼 仿佛是头暴怒的小狮子 数不清的十块瓦砾 便向着她的头顶飞来 我的妈呀 林婉容吓得一哆嗦 急忙钻进了水中 自与月牙相遇以来 两个人的斗争从未停止过 可没有哪次像这样狼狈 郁佳抓起碎石瓦砾 一阵风般狠狠地砸了过去 水面遁积起无数的浪花儿 荡漾着向四周散去 他急喘着气紧咬着牙 不停地捡石头 不停地向水中砸 圈圈的波纹散了又聚 聚了又散 他却是无休无止 直到再摸不到一块石头 他竟是愤怒地哭了起来 给你 一个厚实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 几摊的碎石哗啦地堆在他脚下 少女想也没想 抓起石头便要砸合 木然他身子一致 轻轻地颤抖着转过身来 月下 流寇兮兮的笑脸 尽在咫尺 如此的真切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